节达房地产公司是一家买卖、投资、出租及物业管理 是一家综合性房地产投资公司 节达地产是怎样帮助投资客户赚钱的呢? 低买高卖 资产的增值能赚钱 还掉本金的贷款能赚钱 房租的这个正收入能赚钱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多伦多在新政策之下未来的房市走向 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个新闻 说这个美国有间公司叫Bershire Hathaway 这家公司呢出资4亿加币来买多伦多一个房贷公司的股票 这家公司呢是HCG一个房贷公司在多伦多 在早期发生了很多这些他的坏消息麻烦 说他这个经营不利 他的股票市场就下滑 然后呢大家都对他没信心 那这一家美国的这个公司呢 就给他了他20个亿的这个信贷 然后再出资4亿加币来买他的股票 这家公司是谁呢 是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来投赌多伦多的房产 那他一定看到了几个点 首先我们讲到就说几个重点 在这次4月21号之后 加拿大政府下了政策来遏制这个多伦多的楼市上涨 房市上涨 之后对这个几个州之后 就对这个多伦多的整体房市有了主观上的改变 在GTA的房市 那就是说GTA的整体房市突然间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在GTA周边的城镇 所有的这个房子 基本上卖的价格已经下滑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多伦多有个笑话 说买房子在多伦多开着汽车 跑到哪里汽车停下来没油了 你才能买得起房子 这个就证明到在多伦多市里边 已经买不到独立House 用很少的钱是买不到了 也只能到周边城市 所以把很多这个居民都推到了周边城镇 那新政策一下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周边的城市的 这个也给买楼的这个人的信心 也打击了 因为他推走了很多这些外国来的这个买房者 还有这个热钱 还有这个银行的配合 把这个Mortgage收紧 所以就把这个整体的房市 House市场就给遏制住了 那Condo二手市场 在整个多伦多GTA 还是说有市场 因为他这个Mortgage的这个贷款 是本土人的需求 是刚需居住 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也不高 所以有正常的收入 有正常的需要 刚需的人买房子 还是能拿到贷款 所以市场还在走动 只要价格合理 地段合理 他就卖掉 除非是价格过高 地段不是太好 这种二手房屋市场 Condo市场就停下来了 那好了 所有的两个大市场都慢下来了 但是这个热钱还在没有走掉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有钱 没有地方去投资 那他会摆在哪里 那最热门的一个产品 就是期货 也就叫Condo楼花 从4月21号之后 政策下来之后 没有影响到这个楼花市场 所有这个新盘出现 基本上都是卖完 基本上都要抢 有些好的地段还找不到 买不到 就是供不应需啊 在这种情况下 Condo楼花就针对了几个优势 第一 楼花的这个资金的摆位 他需要很长时间到位就可以了 第二 他不直接需要现金 也不需要银行贷款 只要把首付款逐步的到位 就以解决问题 还有几年的时间慢慢来把它到位 那再有就是说 他的这个预期又能防通胀 所以很多这些热钱呢 还有这个投资者呀 就把这个直接就把这个市场 楼花的市场 就当成是他唯一的这个投资市场 所以整个GTA多伦多的这个Condo市场 现在是很火 那为什么这个股神巴菲特 在这个阶段来投赌多伦多的房贷公司 房地产市场 那他的观察点是说 在这个新政策的这个出台之后 这个改变 这个压制 他有两个点 他能看得到 就是说第一 这个压制 把这个租务市场给膨胀起来了 因为很多买方市场 看到了这个游戏规则跟政策 他就不再去往前进 不买房子 但是他要住啊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都回到了租务市场的这个群体里边 变成了租客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指标出现 租务市场是供不应求 现在在多伦多 所有的租务拿出来就租掉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刚需居住还在 那好了 再有一个就是说 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政策下来了 房价下来了 整个市场就是说遏制住了 但是没有一个被近代给破产了 在这个情况下 按照这个统计 政策之前 政策之后 多伦多的房产这个借贷 这一方面没有人这个毁约 那几率这么少 没有人毁约 那就证明整体的市场还是健康的 买家市场只是在观望 在等待 所以连股神巴菲特都来多伦多投资房地产 想象当中 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是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